来 来 就你那手 根本就不行 走了 喝酒去 走 走 走 吃 吃 干什么 你没张眼睛啊 一眼就瞎了 我可是 梁氏霸鸡犬大弟子 曼宁儿 你们想找死吗 我管你什么 大弟子不大弟子的 我看你想找死 你 我也要 干什么 竟然 уров 潘兽 erm 前辈 请留步 在下想 打击拳不过如此 上 上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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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注意啊 安静一下 现在我宣布新婚典礼 现在开始 好 好 好 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场 好 让一下 让一下 最后 最后 往后 往后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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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拜天地 叩首 二拜高堂 透手 敬茶 爹 喝茶 好 好 好 爹 请喝茶 好 你的 这是你的 谢谢爹 喝茶 请 祝你 好 好 好 来 请喝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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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对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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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什么呀 请问你们是什么人 到此有何贵干 你就是朱可发吧 我们奉张灵海张大帅之命 前来向你取一样东西 张灵海是什么人 是你杀父仇人 对不起 恐怕你们找错人了 你隐姓埋名夺起来 以为我们就找不到了 别装傻了 赶快把东西拿出来 局长的话你们听不懂吗 我劝你们见好就收 我懒得跟你废话 走 女儿上去 女儿上 走 师父 我请帮忙 好 一定要小心啊 师父 走回来 要小心啊 快走 快 英川 你快走啊 你快 快走 英川 英川 看来今天难逃一劫了 我把龙头杖交给你 你务必要把它保管好 爹 别再多说了 快走 快 来 子枫 你来得正好 赶紧 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快五年了 识相的 就赶紧把东西给我交出来 否则 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张子枫 原来你 爹 你 飘逸 飘逸 这边 快 娘 我要去找飘逸 不行不行 外面很危险 这里才安全 不能出去 不行 我要去帮他 不行啊 他们都有枪 你怎么可能是对手呢 不行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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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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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冷凑杖交出来 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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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我跟你拼了 爹 可法处 爹 女儿起来 快走 爹 爹 爹 小心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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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娘 娘 生死你们 阿嬷 阿嬷 爹 爹 我爹呢 盈春呢 我要回去救他们 表姨 你冷静点 你爹已经惨遭毒手 而柳盈春 为了救他娘 也已经葬身活害了 表姨 你冷静啊 表姨 你冷静啊 冷静点啊 表姨 爹 表姨 都是因为你 你就是那种倒霉鬼 我全家都被你害死了 我爹是为了救你 才惨遭毒手的 还有盈春 盈春也是你害死的 如果当时我们签了婚 他真的会和我在一起 你知道吗 你害死了多少人 你知道吗 都是我的孙 是我害死了大家 爹 儿子对不起我 盈春 伯母 我对不起你们 儿子无奈 你还有脸叫他爹 你 你根本不是他儿子 宁儿 师弟 我不是他儿子 你杀了我 我不想活了 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 你这个闹酒 我现在就杀了你 宁儿 宁儿 我要杀了他 够了 干什么你这是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不要再互相埋人 自相残杀了 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团结 你 还有飘逸 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要怎么为你们死去的爹报仇 这个血海深仇 你们俩一定要报 现在在当务之急 是要好好地想一想 怎么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你 啊 孩子们 我们到了 走 师父 门外有位叫梁普方的人 求见 请 谢谢 庆元兄 可认得我梁普方 记得记得 普方兄 你是我师弟朱可发的 至交好友 可发呢 谢谢 庆元兄 我们千里迢迢来到太极门 是想在这里避难 给庆元兄添麻烦 方兄 来到太极门 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 咱们还是到里面去说 好 请 这儿师父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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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请 好 请 来 庆元兄 你说可发兄在郑龙县隐姓埋名二十多年 他都没想到 自己的部下 竟然是张灵海的奸细 可发兄 真是世事难料 蒲方兄 杀害可发的凶手 叫什么 叫尹小天 还有另外四个人 应该是他的手下 这群败类 惨无人道 杀害了这么多无辜之人 他们真敢天诛地灭 可发兄 是为了保护我们 才惨遭毒手的 这群诸狗不如的东西 蒲方兄 你们放心 到了太极门 就等于到了自己的家 我绝不会再让你们 受到半点伤害 梁叔叔 你放心吧 倘若有一天 那帮无耻败类 胆敢进犯太极门半步 我一定会要他们血债血偿 好 真是两个可怜的孩子 年纪轻轻 就有背负如此的血海深仇 爹 我能明白他们心中的痛苦 以后 我一定会尽量 照顾好他们的 调义 宁儿 既然发生了 就要坦然面对 一切苦难都会过去的 你们在太极门 先安顿下来 不要想太多 多谢掌门寿令 嫖医 来日方长 一定要坚强起来 你父亲诸可房 当年和我一起在太极门练功 我们情同手足 你是他的儿子 也就是我的儿子 这里就是你的家 爹 他们日夜改路一定很新冷 我看 不如先安顿他们休息吧 如逢 你跟如雨 先带他们回去休息 是 来姑娘 请吧 飘逸哥 好 楚方兄 有件事情 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你尽管说 只要我梁某知道 必然告知 好 请随我来 请 库方兄 请 请 可发原名马爱国 这我是知道的 记得 当年他们为了参加革命 把名字都改了 他有没有提起 他的师兄陈清平 陈清平 可发兄从来没有提起过 他是 他是我的亲哥哥 比我大两岁 二十年前 他带着同门师弟 马爱国和柳淮民 一起离开了台积门 去参加了革命组织 老爹啊 你就别送了 回去吧 哥 你真的决定要走 我 我们练武之人 应该把国家的前程 当成自己的前程 把百姓的幸福 当作我们的幸福 老爹啊 台积门就靠你了 哥 清元 你也该长大了 那记住 照顾好风波 照顾好台积门 嗯 放心吧哥 一路上多保重 好 我走了 走了 走 走 落下吧 我愿意 只恰自己也高 才能够有此之心 倒下 可以